西洋音樂的精髓和優點 將西洋音樂的精髓和優點貫注在中國音樂裏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人物就是劉天華先生 他在1909年14歲的時候就開始學習西洋的銅管樂 後來又學習了異虎和琵琶的樂器 創作了很多的作品包括《病中吟》、《月夜》、《空山鳥雨》、《梁霄》等等的名曲 當時劉天華先生吸收了西洋樂器的優點 對異虎和琵琶進行了改良 他雖然很欣賞西洋音樂 但是他反對完全以西洋音樂去取代中國音樂 他認為西洋雖然有發展的完美和成熟 但是不可以淹沒了中國人的意識和性格 同時他認為身為一個中國的音樂家 不單止要守住中國的傳統文化 還要將中國音樂的好處發揚光大到世界各地 接下來我們樂團將會演奏劉天華先生的作品《光明恒》 它本身是一首異虎的獨奏曲 後來改編成為《中樂合奏》 樂曲充滿了振奮、激昂和奮鬥向上的情緒 希望大家聆聽這首樂曲的時候 感覺到樂曲帶給大家那種振奮向前的感覺 現在有請足魂小澤為大家演奏《光明恒》 《光明恒》 《光明恒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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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杨茜茜